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酒房在我家的Vivian 之前分享过水煎五花肉的食谱 收到超多朋友的回想 没给你们骗吧 真的粉好吃有没有 那位在低估不好吃的朋友 你一定没有照着姐姐我的做法 一定是给它乱改随便煎 对不对 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真的不要乱改 今天这个水煎牛肋条 又要拍胸脯卦保证 保证不输水煎五花肉 好吃的不得了啊 不相信的 现在立马上uber订牛肋条 赶快跟着一起做 你就知道到底好不好吃了 用水煎法不只不需要另外加油 还可以让你的牛肉更少油哦 不啰嗦赶快来备料 所有材料配方 就请大家自行一目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 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主角就是牛肋条 广义的说也可以叫它牛腩 买回来可以冲洗一下它的血水 如果你觉得牛肉比较新的话 可以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那个血水给泡除掉 因为常常有住国外的朋友反映 他们买的牛肉特别的新 通常腥味来源就是血沫 甚至可以冲入滚水来浸泡 如果不觉得自己买的牛肉太新的话 可以不需要浸泡 冲洗干净就可以使用 接着来汆烫一下牛肉 把洗净的牛肋条放入锅中 放入冷水 从冷水开始煮 才可以彻底的把杂质浮沫给煮出来 直接煮到大滚之后再煮个一两分钟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移到水龙头下 彻底的把杂质浮沫给冲洗干净 洗干净的牛肋条 我们放入大的平底锅中 加入姜片、月桂叶、胡椒盐、酒 喜欢黑胡椒的可以磨一点黑胡椒粉 当然想改白胡椒粉也可以 喜欢什么香料就自己堆叠上去 那我大概就加这些 接着加入盖过牛肋条大约9成左右的清水 接着开中大火 直接煮到大滚之后 这时候还是会或多或少产生些许的浮沫 看不顺眼的可以捞出这些杂质浮沫 这个就大概捞出就好 接着我们可以直接盖锅盖 先盖锅盖炖煮个20分钟左右 前段时间就是要先把牛肋条给煮软一点 加上等等开锅盖煎的时间 最后成品口感才会刚刚好 否则会太韧了 20分钟到后我们就开盖水煎 可以时不时的翻动一下牛肋条 让它加热更均匀 接着就算是边煮边收干水分的步骤 我知道很多人很想改 就会说拿出来水蒸可不可以 或者是用快锅先煮过可不可以 就是想要先煮软再来煎 当然也没有说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成品呢 就是没有直接水煎到底那么鲜美 我想是因为把煮出来的精华 再次的回推回煎到肉上面跟肉的内部 所以可以造成整条牛肋条 非常的鲜甜多汁美味 然后水分蒸发的时间呢 也刚刚好在炖煮这个牛肋条 所以这个牛肋条最后的成品口感 真的是将将好 不会过硬 然后完全水煎没有加一滴油 竟然可以释出这么多的油脂 整个收干水分的时间大概45到50分钟 多余的油可以倒出来拿去炒菜 然后辛香料已经达到功效可以丢掉了 还是你要吃掉也可以 然后剩下的牛肋条呢 想要再煎更金黄上色的 可以再煎一下 喜欢蒜头的朋友可以一起下锅煎一下 煎到表面金黄上色 喜欢蒜头软一点的 甚至可以提早一点下 就把整个牛肋条的外表 煎到酥酥香香的金黄上色 这个简直比烤肉还好吃 真的边煎的过程香到爆炸 想要香味大喷发 还可以再加上香草 我加了百里香 你也可以加入其他喜欢的香草 这盘香到爆炸的水煎牛肋条 就可以准备上桌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还Q嫩啊Q嫩 这不是软趴趴软过头的那种口感 是那种Q嫩有嚼劲的口感 反正就是超级好吃 牙口真的很不好 想要更软嫩的朋友 建议可以在水煎的水里 加入一小匙的食用小苏打粉 那整体口感就可以再更软嫩 热锅底还有些许煎肉产生的焦香物质 不用浪费 我们可以来煎一大盘的蔬菜 各类型的当季蔬菜都可以 可以选蘑菇啦或是红喜菇 甜豆、桀瓜、角白笋 各式的甜椒、花椰菜 甚至茄子南瓜都可以 用锅底的放炒一盘综合蔬菜 又健康又好吃 就用煎牛肋调剩下来的一点点油 我们直接来煎 这个桀瓜一定要煎一下 煎到表面金黄上色 恰恰的特别香 懒得分开下食材 就全部一起加入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开中大火大火快炒 你要说是煎也可以啦 就是把蔬菜表面都煎到金黄上色 然后香气整个释放 看一下结瓜就是要煎到外表有这样的焦痕 特别香、特别好吃 最后调味也不复杂 些许的胡椒盐就可以 喜欢黑胡椒的可以来点现磨的黑胡椒粉 差不多影片的状态就可以关火 有肉有菜,一餐就搞定 超好吃的水煎牛肋条 等你交作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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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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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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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ament 我们下期再见 吧